嗨 观众朋友 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花芽 来 我跟你讲 这叫做仙草花 大家都吃过仙草 但是一定没有看过 原来仙草花长这个样子 而且事实上 仙草是通常不会让它开花的 这是我们为了让大家看看 原来仙草花长这个样子 事实上现在在整个新竹的关系 已经过了仙草的采收期 因此农民们现在才真的要忙 我们要赶快请到 我们关系的仙草达人钟大哥 钟大哥 现在已经 这个仙草都过了采收了 这个采收完了之后 听说就要透过酒降风 来把它晒了 所以现在仙草都是开始在晒这样子 现在都晒干了 就像我们这样后面一捆一捆的 可是一般我们看仙草都黑漏漏 对不对 我看到仙草干 洗干净之后就这边熬煮 熬煮大概经过4到8小时之后 对 我们把它过滤 过滤好的仙草汁 那我们就可以做各种不同的 这个仙草产品 你看这一大桌的仙草美食 这边都是属于比较甜点式的 对 我们一般这个 我们可以制作这个叫仙草胶汁 还有仙草胶砖 对 还有这个仙草饭团 仙草饭堡 开始炸的 还有仙草鸡汤 鸡汤 还有仙草豆条面 再过来我们还有做一个仙草奇葩 那仙草奇葩呢 一般奇葩是白色的 但是我们是把它仙草 把它入味 让大家吃得更健康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麻糬 对 可是我麻糬真的没有看过 怎么还会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味道 黑糖姜汁 黑糖姜汁啊 我们还有做一个花生粉的 还有一个矿肉汁的三种口味 奇葩这个麻糬还吃鹼的 苦麻糬的 大哥 我真的没吃过了 我们要来好好尝一尝了 这个可以品尝一下 对 这个我们把它 这个三种不同的料 让大家有三种的吃法 不同的吃法 您说这个就是客家人 传统在接待这个宾客的时候 以前都吃这种矿肉汁的 对 古时候只有黑糖姜汁跟矿肉汁 没有花生粉的 真的 这味道好特别 而且真的有香 好吃 你看看 今天我们到了新竹关西了 然后吃到这么多特殊的仙草美食 我要赶快吧 问一下我们棚内的熊哥 到底这个周休假期天气好不好 适不适合来一趟关西 来一趟仙草美食之旅呢 时间交给熊哥了 处理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老祖先有一句话 大冷三天必定回暖 所以明后两天 周休假期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都是阳光露脸 但是要注意 早晚比较凉 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至于今天天气 我们就来看台风了 昨天8点钟的时候 形成了今年第23号台风 叫做米雷 米雷由于它现在 正处于两个高气压的中间 所以它走的速度是非常的慢 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 朝北再走 但目前预估 对我们台湾是不会有影响的 因为它朝北走 接着会转向东北 离我们会越来越远 接着我们就来看卫星云图了 在云图上 首先看到米雷在这个位置 但是在米雷的上面 还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日本向厅预估它在今天 有可能会形成台风 也就是今年编号第24号 叫做马鞍 马鞍后续也会朝东北走的 对我们是不会有影响 而我们今天最主要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高气压 这高气压正逐渐出海 所以东北季风现在开始就要慢慢减弱了 但是北部和东半部地区 现在云量是比较多一点 有些飘雨 但是到中午过后 雨就会慢慢缓下来了 至于新竹以南 现在都是阳光普照 接着我们就来看今天的雨区预报图 坚雨区预报图 在白天主要的降雨 是偏重在台北 基隆跟宜兰 花东山区是局部零星雨 不过到晚上以后可以看到 水气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降雨剩下只有在东北部一带了 接着我们就来看 周休二日的雨区预报图了 由于明后天会转吹东风 所以主要的降雨 就会偏重在东半部迎风面 像是宜兰 花莲 台东 周休假日会下雨 但这个雨都不会很大的 所以天气形态上 明后天是开始回暖的 先把时间交给我们主播